作曲 混音 光明 作词 张文明 作词 张文明 作词 张文明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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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明 在天亮之前 我闭上双眼 用呼吸感觉这世界 融化在手中落雪的冷暖 在乎与人世情的悲欢 迂回在相恶边缘也得长短 拒绝于你心中的明暗 黑白的背面 爱恨该怎么辨别 渴望向你勇敢的狂奔 请原谅我到不了永恒 闪烁着微弱的希望依然残存 度上那一瞬间的可能 生活死从来就不陌生 最后就让我沸腾的血液 埋葬一切寒冷 周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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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点东西了 买什么了 包子 你还吃的烧鸡 还有这个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喝酒 什么时候咱哥俩也得喝酒啊 再说了 你这点酒量 这没问题这个 来 喝点 外面那三个弟兄呢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 让他们自己去吃吃吃 你把那杯子递给我 好嘞 吃饱一点 打足精神啊 要不 出了什么意外 科长绝对不咬我们的 放心吧 组长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我们下这么大的功夫 为了这么一个唱戏的女人 难道她是共产党啊 我不知道 你别瞎说 这事我能瞎说 对吧 我也就跟你说一说 是吧 组长 你说这个女的 为什么会自杀啊 我不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 这个女人跟科长有异态 那你知不知道科长是我姐夫啊 那你又知不知道 科长有很多女人呢 这我都知道 带有一件事 你肯定不知道 科长派往安中 跟踪这个女的 你知道吗 我跟了她好长一段时间 到了最后 什么都没有发现 只发现了她 上了科长的车 是 咱俩说正经呢 你说咱们抓了 这么多共产党 科长怎么会知道这消息呢 会不会跟这女的有关系 我不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什么都要知道 这都是你说的我才知道的 对 我应该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干嘛 我去给病人治疗 那我们组长知道吗 你们组长是谁啊 郑警官啊 我没见到他 嫂子 嫂子 您可千万不能进去 这 我们没法交代啊 嫂子 组长 怎么回事啊 组长 嫂子她们要进去 郑警 你怎么会在这儿 姐夫要留在这里 看着肚蜻蜓 我要去给她做治疗 行 我拿耳朵 你也进去 她去干嘛呀 郑警 这是我的规矩 你们什么规矩 是医院的规矩 还是你们特务科的规矩啊 我给病人看病 旁边还站个人看着 我看的还是个女病人 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 不是进去黄蛋打打针 换个药的不就行了吗 又不用脱衣服什么的 有人再有什么关系 你挺会看病的是吧 那行 你来看我走 出了事你负责 嫂子嫂子嫂子 你别让我回拿跑 姐 行不行不行 我们人不进去 扎心了 随便 你不进去 你不进去 小心 你不进去 不进去 不行 别让我 我不进去 安静 这间房间不能入住 病长是有窗户的话 别着急 你们先出去 我来跟你排一排 小姐 你就别动过闲事 他是我的病人 他要是有什么事 我得负责任 我是动过闲事吗 他到底犯什么法了 你们这么多人在这盯着他 这是逼着让他死 你知道吗 你们出去 现在就走 出去现在就走 杜静婷 你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都是女人 你完全可以相信 我知道是陈龙海伤害了你 你告诉我是为什么 我一定能帮到你的 你这什么都不说 我怎么帮你呀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好 我让他们给你换个房间吧 朱姐 我对不起你 你怎么对不起我了 陈龙海 他在外面 有女人 你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哥 那个女人是谁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说说看 你说说看 你怎么会和他混在一起了 你怎么会和他混在一起了 可是他渐渐地就暴露出本性了 如果我让他不高兴 他不是打我就是骂我 我想偷偷走 但是被他发现了又来打我 初浅 遇上这样的恶魔 你说让我怎么活下去呢 我不想获受罪 陈龙海就是个魔鬼 谁战上他谁要倒霉的 你甩都甩不掉 他现在派这么多人在这儿盯着你 怕你跑 怕你死 我觉得应该还有别的事吧 是 还有一件事 还有什么事 他让我去喊一个人 但是我不能去 害人 害什么人呢 我不能说 你不说我怎么帮你 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说 好 那你想没想过要逃出去 原来想逃出去 结果都没成功 现在有那么多特务在外面看着 就是插上尸宝 也逃不出去 我有办法帮你逃出去 你相信我吗 朱浅 这是要命的事啊 你就别沾这个边了 要不要命 我自己会掂量的 我一定有办法帮你逃出去 你相信我吗 ちょっと 你这些事 你相信我 是 你信任我 你信任我 我信任你 你信任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喂 喂 是我 我是朱宇晨 宇晨怎么了 这么晚打电话 我想你帮我个忙 就一个人 就什么人呢 杜蜻蜓 杜蜻蜓 对 我想帮她逃出去 不是 宇晨 现在这个医院周围 全都是陈龙海的人 你有什么办法 办法我已经想好了 你只要帮我雇辆车 停在医院的后门 我把她带出去 然后找个地方 把她藏起来 你能把她藏到什么地方 藏到我一个亲戚家 宇晨 如果这个事 陈龙海知道了怎么办 她天天在折磨毒蜻蜓 迟早有一天会把她给折磨死的 我觉得这么做太冒险了 这不是个办法 我曾经帮过你 你也答应过会帮我的 今天算我求你了 这个忙你帮还是不帮 是宇晨 这个事我知道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可是 帮还是不帮 好 我现在就过来 你不用到医院来 你只要找好车 停在医院后门就可以了 我不想你受太多牵连 我知道了 邓子华冒着被怀疑的风险 从医院里出来 他急于想知道两件事 第一件事 是老大有没有安全转移 第二件事 是关于叛徒的事情 邓子华已经断定 独情厅大概就是总之上 要查找的那个叛徒 邓子华急于跟老大见面 从老大那里求证 杜卿亭是否跟老大有联系 如果有联系 杜卿亭的叛徒嫌疑 就可以确定了 好 谢谢 先生 先生 来份今天的报纸吧 有没有昨天的 昨天的早卖光了 谢谢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快乐 尢队 ач频道 是 drive 说 到时候我们的人埋伏在这儿 这里地势比较显要 方便隐蔽 老大 二哥 自华 你来了 有什么新情况 你现在知道 陈龙海跟杜青天的关系是怎么样吗 我知道 当初他说陈龙海纠缠的 来问我的意见 我就想这是个好机会 把他安排在陈龙海身边 帮我们拿到有用的情报 我想读蜻蜓 可能没有完全对你说实话 据我知道 他跟陈龙海在一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也许他是被迫的 并不是情愿的 在我们地下组织遭到破海之后 杜青亭曾经尝试着想要离开本地 但后来被陈龙海发现 把他抓回来 现在陈龙海动用所有特务科的力量 把杜青亭控制在医院里面 限制他的行动 甚至要防止他自杀 从这种种迹象看来 杜青亭应该不只是他的亲人 我记得陈龙海曾经跟我说过 在他身边有很重要的人 能够指认老大的身份 我在想这个人 应该就是杜青亭 这么看来 杜青亭就是我们的查证的叛徒 我曾经让杜青亭 帮我联络过几个同志 但他联系的那几个人 全都牺牲了 我真不愿意相信 看来真的是他 他其实帮了我们很重要的 很多 也掩护过很多人 去年 先冰队抓了几个抗恋 受伤进了医院 后来被救了 就是他做的工作 没想到 老大 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 革命斗争是残酷的 我如果认定了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我去做更好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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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要给她做治疗 嫂子 那你稍等一下 你去把梁姑喊回来 告诉她嫂子要进去 怎么回事 嫂子他们要进去 给那个渡亲历看一下 你也不能拦着呀 你跟嫂子一块进去 她进去干嘛呀 我说过了 我给女患者看病 一个大老爷们儿 在那儿看什么呀 不是 嫂子 你们一定要进去那行 你们去看我走 她死她活 你们负责 不是 嫂子 你们便发火行吗 科长下的问题 我们兄弟们不敢违抗 是吧 你就跟她说 是我不让你们进去的 那行 听完了 是嫂子说的 嫂子不让我们进去的 您请 嫂子 来 我带你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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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放心 放心 病人需要休息 请你们多让您安静一些 知道了 嫂子 你们慢走 走吧 我回去睡一下 你们俩盯着点儿啊 上小心 好 快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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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要去哪儿 别问了 快跟我走吧 好 这边 新大夫 去 快点 雨晨 我觉得你这么做还是太冒险了 万一陈龙海知道了 你该怎么办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他不在 陈龙海肯定想到是我干的 但这事 我干定了 我们走啦 雨晨 我跟你们一块走 我不想你再意 雨晨 路上一定要小心 走 封面 靠近 充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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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护士长让我躺在这儿的 我要是不躺 都就不让我干这份工作了 我没办法 那咱们离开多久了 刚走一会儿 跟着去找 我要从事靠着 好 是 靠 怎么回事 她怎么能跑了呢 天亮的时候 嫂子带着一个护士 给病人看病 当时我就派了人让跟着 结果嫂子她不让 可是没想到 嫂子把那个护士和杜清廷 她俩直接掉了个包 我还特意往里面看了一下 结果 你说嫂子给她掉包了 我 我怎么办 快点啊 就是她换的啊 是的 怎么回事 我们护士长让我这么做的 他让我把衣服脱了 给那个患者穿 让我躺在床上假装输液 护士长说出了什么事 由她负责 让我别害怕 我不能不听我们护士长的呀 你出去 注意人呢 她不见了 不见了 上哪儿去了 我估计她送杜清廷走了 她为什么要叫杜清廷 这我就不知道了 新美良呢 新大夫没有值班 她还不在 这个处于谁 真是胆大妄为 你们分析一下 咱能把杜清廷送到什么地方去 科长 她会不会跑到火车站 或者外地去了 还有什么地方 还有 还有什么地方 这我就想不起来了 她不会跑到外地 我估计这个注意神哪 是把杜清廷藏到附近的什么地方躲几天 毕毕风头之后 再把她送走 走啊 换人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科长 实际啊 那个 我和组长商量了一下 上半夜 那个我睡 下半夜她睡 我换一下 睡觉呢 睡觉呢 这 你要是不睡觉 你就能看出破人 张良库那眼神 那根本就不行 行了 别在医院待着了 这个杜清廷对我们很重要 把人马散出去 一定要把她抓到 是 是 家独机 晓光 吃 那 就 她 说 杜清廷 你 政府官员 与英国买办勾结 卖国求荣 华信公司意外失手 卖国求荣 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 毒蜻蜓 被朱玉辰揪出来了 现在 在城北靠山镇 那是朱玉辰的二姨家 朱玉辰的二姨家 我实在太对不起组织了 本来我早已怀疑他 就是不忍 我当初根本不应该发展他 我这个错误太严重 我想组织还给我个处分 老大 你又来了 你怎么可以怪自己呢 你又不是诸葛共鸣 可以什么事情都知道 要怪 就怪那个兴都 他太大意了 爹 我回来了 跟新大夫接上头了吧 接上了 新大夫说杜蜻蜓已经被转移了 他转移呢 转移到哪儿去了 新大夫说 杜蜻蜓 是被朱护市长 转到靠山镇了 靠山镇 是的 听说是朱护市长的二姨家吗 那是邓子华的家吗 朱玉辰是邓子华的表姐 我听说 杜蜻蜓在医院里想不开 一直都有自杀的想法 朱护市长看他可怜 所以就跟他转移到二姨家吧 师父你等一下 我继续给你拿钱 不用了 钱都给过了 还要找钱呢 那就谢谢你了 这就是你二姨家吗 是的 来 二姨 二姨父 雨晨 你怎么来了 雨晨 我回来了 雨晨来了 这怎么穿着护士服就来了 这位姑娘是 这是我一个朋友 因为走得太急了 没来得及换衣服 你看什么事这么忙啊 有什么事屋里了 走走走 快进屋 慢不多了啊 来来来 屋里暖啊 来来来 来喝茶啊 你看看 你看 这姑娘长得真俊啊 多像的器材上唱戏的小姐啊 太像 太像了 太像了 真好看 你俩别嘀咕了 还挺有眼光的 她呀以前唱过戏 总想在戏班子里长大 后来不想唱了 就跑到我们医院当了护士 当护士好啊 当护士给人看病 这可是积德行善的事 可她没嫁个好男人 那 那男人干什么的 是吗 二姨 别这么直接问人家 她男人吃喝嫖赌 什么都做 回家还又打又骂她呢 这不她不想过了 她男人又不肯撒手 她就来找了我 我把她呀 藏在你们这儿躲几天 过两天她爹妈会来接她 把她送到奉田去 这样她那个男人 就找不到她了 对 跑得越来越好 是 别再回来了 没吃饭吧 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对对对 赶紧拿着 那行 行 行 做饭啊 二姨 再找两头衣服 让我们换一下 行 没问题 你坐啊 这两两口真够热情的 他们两口子人可好了 我二姨呀 心直口快 可是心地特别善良 我从小娘就没了 二姨像亲妈一样待我 我二姨父人也厚等 朱姐 真是麻烦你了 别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话 但是我真的担心会连累到你 没什么连累的 这事啊 我想好了 如果陈龙海问我 我就告诉她这事是我干的 我看她能拿我怎么办 可是她那种脾气 不会发疯吗 不会 她从来没对我发过疯 因为 如果她要是这么对待我的话 我就会带着小石头离开这个家 这些年来 她从来没有对你发过疯吗 这么多年她都没这么对待过我 她这个人很虚伪的 她要在外面干那么多的坏事 她需要一个家 一个体面的妻子帮她当挡箭牌 她有这么多的面孔真是 真是太可怕了 朱姐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回去晚了恐怕不好 我现在不能回去 我这个人不太会撒谎 回去以后她要是问起我来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等我把你送走了 我再回去 她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朱姐 我听新大夫说过 说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人 现在我相信了 一个女人 再优秀也没有用 她要是嫁一个不好的男人呢 这辈子也就毁了 我们两个 只能说是命不好吧 行了 咱不说这个了 我倒想知道 我在医院听到陈龙海 逼着你去害一个人 她逼着你去害什么人了 她逼着你去害什么人了 她让我去指认一个人 她是什么人 你帮了我 那我就跟你说了吧 她让我去指认 一个共产党人 那个人是三江市共产党的 领导人代号老大 她 你怎么会认识她的 说来话长 不啰嗦 但是我 真的没有办法去指认她 我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她们一定会用酷刑折磨我 那并不是人能够受得了的折磨呀 所以我在自杀 不用被他们抓紧用刑 不用造那份罪 你也想要保护 共产党的老大 快长 我没有看好我手中的这张牌 手下现在非常地痛心疾首啊 陈桑 事与这次 我看你就不要把心思放在那样个女人身上了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 红颜祸水 科长教训得对 只是 我这张牌 你那张牌 我看也洗不了什么所有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把心思 转移到共产的猎犬计划上来 龙条英机司令长官 对这件事非常重视 不知道你们最近 长得怎么样啊 手下现在正在抓警察呗 东条长官 马上要亲自来东宁三江一带毒查 我不希望他来的时候 你们拿不出一点实际的东西 陈桑 我非常信任 还有 你手下的那个邓子王 也要留心 我明白 科长 那 那我妻子的事该如何处理 你难道 怀疑你的妻子是共党吗 这个我都不担心 我只是担心 他被共产党给利用了 那就多加防范吧 科长就放心 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了 好 教授 focal point 赵横 你分析一下 你表姐能把杜蜻蜓藏到什么地方 这我们在医院不是分析过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她们藏到哪儿去 我说个地方 你听一听 有没有这种可能 能不能藏到你父母的家去 藏到我父母的家去 你坐下 你想啊 杜蜻蜓家她肯定不敢去 你表姐那边呢 同学 朋友 她不会麻烦人家的 其他的亲戚她就没有了 唯一一个二姨那就是你表 你表姐这个人呢 她就是这我 有时候想事比较简单 她以为把那个杜蜻蜓藏到你爹娘家 是最安全的 那即便咱们去了 你爹娘出了以后 我们谁也不敢去搜啊 然后她在那个地方躲几天 再给她换点衣服 找点盘缠 就给她送上火车走人了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是挺有可能的 所以你就回去一趟 你回去好好看一看 我去啊 那是你老家 你不去谁去了 姐夫啊 这我娘挺反对我当警察的 我要再回去抓人 她肯定跟我发火 要不这样吧 你亲自走一趟 我表姐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你自己解决好一点 我去 我去我再跟你表姐干起来 你爹娘站在旁边那好看吗 屎沂丰 苍金 吉地声带不走的背影还留在黎明身后 白月光照不到征辰 要的歸路長 長的沒有盡頭 青春遠近的戰場 生命交換了希望 沒有硝煙的戰火中 年華更燒的滾燙 在黑暗中迎接生活 反省也說不清的離別懷戀的 不會落滅 無同說忘不了的歌聲就 就還唱著永遠 誓言起點的信仰 如雪花做了尋征 雪花擁抱的夢悲傷 鮮花為愛人綻放 在夢幻裡隔世相望 為了能認真天替代我 更親密的擁抱你 就這樣把我永遠留在 留在深深的寒冬裡 無聲音起點的信仰 別雪花做了尋征 雪花擁抱的夢悲傷 鮮花為愛人綻放 在夢幻裡隔世相望 在夢幻裡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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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夢幻裡鮮花